在我们的手上有着许多的纹路 而这些纹路有的可以看你以后的命运 事业等等 手腕线位于手掌与手腕的相基础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纹路都代表什么吧 一 手腕线看命运 B 第一条线最重要的一条 这条可以看出你的健康以及大概的人生走向 如果这条特别明显的人 恭喜你 你会有一个健康快乐的长寿人生 如果这条线由小小断成两条的朋友们 那么你要考虑一下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要让自己吃的健康 还有不要懒太多是在身上搞得自己压力很大 如果你的这条线断得零零散散 就代表着你的童年会走得比别人多些困难 第二条线 财富线 基本上你也会有这条 如果你的这条是很平平顺顺的没有断掉 但也没有特别的深 那么就跟这条线的样子一样 你这一生的财运也会平平顺顺的或许不会大富大贵 但绝对是能让你用钱不求人的满足过一生 如果你这条特别明显 那么你生命中会出现许多能致富的关键机会 可要好好把握 如果你这条有断掉的现象 那么你真的要好好规划理财一下了 因为这代表你很容易会有一些财务上的纠纷和问题 第三条 名人线 上面两条基本上是大家都有的 但是这一条可不一定 如果你有这条的朋友 而且还是中间没有断掉 真的是一条从头连到尾的线 那么你会是一个超有影响力的人 不管是在你的生活上还是职场上 你会成为那种被人记得很久的人哦 第四条 神秘线 有这条线的人 你很有子孙福 万年子孙满堂 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有四条或五条 则是一种大吉大利的手下 预示着您在事业 感情和求财等方面会有很大的收获 最终不但会找到一个如意的命定伴侣 还会拥有一份极佳的好工作 时不时地就会升职加薪 面向三不说五不堪 一 相有三不说 一 一辈子没有好运 心里承受能力又弱的人 不可直接对他说 那样会加重他的心理负担 产生消极心理 无形中害了他 也无形中损自己之因的 等 看到寿命将近之人 不可直说 恐他自己慌张 担惊受怕 家人妻子儿女悲伤 从其他方面来说 也与自己无异 等 凶暴之人 不可直接对他明说 恐他忌讳自己看破他的隐情 反遭他的加害 等 相有五不堪 一 暴怒后的人不堪 满面青色蓝色 因之不为难分辨 等 醉酒后的人不堪 酒气入眼 难分辨吉凶 等 纵欲过度的人不堪 气色又轻又懒 难分辨吉凶 等 人多的时候不堪 思考难以集中专注 不 预测师自己有心事事不堪 心不在言 影响准确率 分 面向看运势 一 下巴元后的人 无论男女 不仅有很多俘虏 如努力不懈 一生运势都不差 一个下巴元后的人 是有不错的财运 特别就是双下巴的人 这样的人会拥有更好的财运 一个下巴元后的人是憨厚老实的 这样的人是性情宁静的 他们的生活是很难易的 不管是在生活方面 还是物质方面都是很富有的 到了晚年会有更好的运气 是很有福气的 对 眼神清澈的人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眼睛是又大又圆且黑白分明 而且眼神是清澈有灵气的 他们是天真浪漫的 如果一个女人是眼神清澈的 那说明了这个人是有自己的一套思维 他们是很独立的 也是很坚强的 一生都有不错的运势 自 得头开阔的人 得前宽阔 脸型顺直 如国字脸这样的男性 或是面容满月的女性 一生的运势都不差 得头开阔的人是很聪明的 这样的人在各个方面都拥有很强的能力 一个额头伸得饱满宽阔的人心胸也是很宽阔的 对人也是很有度量的 拥有这样面向的人是有气度的 思想方面也是很宽阔 有长远的目光 不仅是这样 他们的记忆力也是很强的 能在事业方面获得不错的发展 所以说这样的人是好命的 最 眉毛长的人 眉毛首尾都聚集 做事有时有重 如眉能更长 则运势绵长而不衰 不 百多大的人 耳相大而厚 垂珠丰满 待这种象者 未来非复己鬼 人生运势波折不大 六 鼻子大的人 鼻大之人 这里只比于五官中的比例大小 当然 也要看鼻形的好坏 但鼻大之人 行运总体都比较旺盛 人中长的人 人中身长之人 人中身长者 不仅代表健康 寿命和心胸广阔 同时也代表着自律性强 人生运势强劲 其实 面目是与生俱来的 面相是后天形成的 一个人的面目有美丑之分 一个人的面相有凶善之别 心不一样 面相不一样 总是斤斤计较 咄咄逼人的人 呈现的是凶响 总是与人为善 一团和气的人 呈现的是浮想 一个人的面相 决定一个人的一生的命运 面相 源自生活 生活什么样 面相就是什么样 一个斤斤计较之人 总是小题大做 凡事和人较真 他的面相会显刻薄 一个总是抱怨的人 总是闷闷不乐 欲事愿天有人 他的面相会显悲苦 一个善于算计的人 总想着占便宜 相处自私自利 他的面相会显影显 对人又恶相 善人又浮相 笑人又雕香 贵人又贵相 面相源自于你的经营 你的日常 你的生活 生活什么样 面相就是什么样 你以什么样的态度和人交往 你的面相就彰显什么 如若你是一个有修养 为人大气 为人考虑的人 你的面相就显得简单纯粹 又和气柔美 如若你是一个没气度 没风度 又喜欢较真 善于算计的人 那么面相就略显阴沉 成奸算相 面相就是人品和修养的折射 什么人有什么面相 面相源自心态 书本华曾说 人的外表是表现内心的涂花 相貌表达并揭示了人的整个命运特征 心态什么样 面相就会长成什么样 面相是常年累月的积累 面相是人这一生的沉点 心善的人 面相和气 心慈的人 面相慈祥 心恶的人 面相凶恶 心坏的人 面相阴质 刚正的人 他的面相方正 正气凛然 看得时间长了 让人心生敬意 阴险的人 他的面相刻薄 经不住端想 越看越想要静而远之 面相折射的是一个人的心态 心是什么样 面相就会慢慢改变成什么样 居心叵测与人交往的人 见到别人习惯躲闪 不敢直视 慢慢地他的眼神就变得飘忽 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什么人 总是骗人而又不承认的人 说话习惯提升意量 拿眼睛瞪人 其实他本身已经呈现出了心虚的面相 面相源自心态 心是什么样 脸是什么样 心好则脸好 心善则貌美 做好自己 端正自己的人品 坚定自己的信念 你的内心有多阳光 你的生活有多美好 你的面相有多悦目 未来 希望我们都能善待世界 笑对荆棘 和气待人 拥有好面相 拥有好福气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聆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会 感谢这短时间就会消灭 私已经看到密集东西 都尽准幸 歆宇野